这个第一轮 有没有人过半 就变成很大的争议 那当然这次又爆出人头党员 据所有的候选人呢 一口气呢 就拉了七万人党员进来 那洪秀柱也拉了不少新的党员 所以看起来啊 这个竞争很厉害 那当然你 你会想说 他能够拉几万个人头党员进来 是他的本事啊 真的也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叫我们去拉几万人 入党还叫党费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也有本事啊 听说屏东县 昨天洪秀柱说屏东县呢 就有五千个人 好几千个人入党 屏东不是个大县啊 我也是大县啊 屏东县也是大县 那五千人是很多人的啊 那当然有人说是跟地方派系 有关于有人说是因为将来有可能 地方的主委呢 也是用选的 也是用选的啊 所以国民党啊 这个你不要看了 虽然现在失势了 但是地方还有他一定的力量 地方的议会啊 什么也有一定的习次 所以很多人还是要争的啊 那就看到民进党 这个做的不好 中央执政不好 会影响到地方的选举嘛 那当然就要牵扯出来 到底有没有黑道 有没有酒店魅 前面不是扯了一个万兆臣吗 那当然是只有一个争议的话题 就是到底黑道能不能入党 你从某个角度看 黑道也不是不能入党啊 那我问你嘛 你你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 有没有说黑道都不要投我 会不会这样讲 不会吧 多多亦散啊 谁投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嘛 对不对 那蔡英文选总统会不会说 哎 你那个色情行业的 酒店妹都不能投我 有没有这种 没有啊 我老实告诉你 我以前选议员选立委 照样去拉票啊 中山北路的的的那些 这个特种业有关系 也去拉票啊 一票就一票嘛 你管他什么票 对不对 他怎样 他酒店上班 他就没有票吗 你还笑着拿票啊 而且票还蛮多的呢 酒店妹还可以影响那酒客呢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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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还管这个吗 好 那所以就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好 这个其实蛮有蛮有意思的 为了形象最好不要 但是呢 票是人人都要 选举哪有 我以为他这票落选怎么办 所以呢 国民党这次 也是我看起来这候选人也是都积极卯足了劲 去选了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看也不错了 已经这个大家认为说 这党都不行了 可是平良心讲 国民党要不然 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谈 要不然就是 就是中兴再造积极之追 要不然就干脆垮了算了 最坏的就是这种不死不活 你说他死他没 他活他也没 就完了 你真的国民党如果完全垮了 一定会有心思 心心思维出来跟民进党对干 所以国民党自己要振作 自己要振作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